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如果你是喜欢我的节目 希望你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昨天立法会非常热闹 因为在这里讨论 解除陈淑庄和邵家俊议员职务的动议 不过遭到否决 为什么呢?因为建制派不够票 其实每一个建制派坐齐 都是通过不了这个动议 因为泛民和反对派刚刚加起来 就多过三分之一的议员 而解除一个议员的职务 就需要再值三分之二的议员 贊成才行 所以就搞不定了 不过何君尧大议员 在发言的时候 斥责建制派 他到底怎么说呢? 他就说我必须指责建制派一盘散沙 事不关己,己不努心 你说这个是多么严厉的谴责 你作为何君尧大议员 建制派的激进分子之一 竟然就当自己是大哥 老实说 就算你那些建制派坐齐都通过不了 何必用这种语气和态度 来对待你自己的同事呢 结果他今天又有为这个言论解话 他就提到 譴责陈淑璋和邵家章的议员 很重要 即使建制派全部投票都通过不了三分之二 但是作为建制派就应该 个个预备 坐定定在那里投票 要正耕危作地处理这两项动议 你真是当自己是建制派班长 这些就是反映出他的性格是子高气扬 这些没得说 性格始然 他就像当正那些人 全部都是他那样 好了 这条的譴责动议就失败了 陈淑璋可以保留他的议席 好了 接着泛民又动手了 分别由郭家麒和毛孟静 提出了譴责何君尧大议员的议案 郭家麒就怎么说呢 他就说香港人永远都不能忘记721事件 他就说很多人事发之后都不敢再踏西铁 他就炮轮了何君尧大议员 他说何大议员被人拍到他和白衣人在握手和合照 还高举武指就向白衣人说辛苦了 郭家麒说这个是什么世界 这些人为什么还可以坐在立法会 麻烦他就照一块镜子 这就是郭家麒的动议 接着毛孟静又动议 他就说 何君尧大议员在今年10月15日 就说 毛孟静就是吃惯羊腸的人 当时主持会议的郭榮鏗都裁定了 这些言辞和性器官有关 要求他收回这些言论 但是何君尧就拒绝 毛孟静就认为他是性骚扰 以及是种族骚扰立法会的女性议员 属于是行为不检 其实这两项的动议 建制派都有足够的票数 为何大议员去补嫁护航 不过竟然没有议员提出 这个不得就 谴责议案采取行动 即是没有人提出反对 在没有人提出零票反对的情况下 这个谴责动议就转交了去专责委员会作出调查 你说是不是很糟糕 何大议员就在那里 骂到建制派就趴在那里 更甚于泛民 然后你的同事就立即有反应 就不理你了 不帮你补嫁护航 好了 何大议员今天还在这里说了一些说话 他就说自己身无事就不怕查 这些根本就是跌落地拿回炸沙 因为有媒体就揭发到 何大议员在开会之前 曾经去讯立法会主席梁军燕 想撤回动议 但是遭到拒绝 他的藉口是什么呢 其实建制派内部的人 未必全部人顶得他顺着真 我们一起分析一下 第一件事 何君尧其实就是721事件的主角 我们不要说主谋 还需要那个所谓独立调查委员会来去调查 我们客观点 他是主角 起码是主角 因为你又走去合照 拍照 握手 举舞 赞好 什么都做齐了 就好像endorse那些人去做事 然后721就是整个民意的转裂点 其实有一批的浅王 甚至本身是浅男的人 他就是因为看完这721事件之后 令你不相信 是不是 真是看不过眼 整派人都去无差别地打那些市民 打那些乘客 结果这一堂事就是蓄势到整个民意的转裂点 就是令到那些人归边 好了 这一堂事 你何君尧就有很大的政治责任了 是不是 结果昨天 第二件事 这个谴责动议当中 扮就扮作团结 其实就是口和心不和 根本上就是等同于变相割席 我们一起看看 其实麦美娟这个大议员 他又有东西在辩驳 他就说 不反对调查是策略来的 他就怎么说呢 他就说 坊间都不了解立法会的情况 误会以为我们建制派不支持何君尧 其实就有人在抹黑 其实建制派内部的人 未必全部人顶得他顺着真 我们一起分析一下 第一件事 何君尧其实就是721事件的主角 我们不要说主谋 因为还需要那个所谓独立调查委员会来去调查 我们客观点 好了 他是主角 起码是主角 因为你又走去合照 拍照 握手 举武指 赞好 什么都做齐了 就好像endorse那些人去做事 然后721就是整个民意的转裂点 其实有一批的浅黄 甚至本身是浅蓝的人 他就是因为看完721事件之后 令你不相信 真的看不过眼 整派人都去无差别地打那些市民 打那些乘客 结果这件事就是蓄势到整个民意的转裂点 就是令那些人归边 好了 这件事 那你何君尧就有很大的政治责任了 结果昨天 第二件事 这个谐责动议当中 扮就扮作团结 其实就是口和心不和 根本上就是等同于变相割席 我们一起看看 其实麦美娟这个大议员 他又有东西在辩驳 他就说 不反对调查是策略来的 他就怎么说呢 他就说 坊间都不了解立法会的情况 误以为建制派就不支持何君尧 其实这些都是有心人的抹黑和分化 你怎么知道我们不支持 我们不知多团结 这些是策略 如果麦大议员这个说法和逻辑是可以成立的话 就相当奇怪 泛民反对派就是提出 为什么你不去成立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去查警察 麦美娟是不是 这个是策略来的 就像你说的 你党有奖励云都说要怎么样 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去还警察清白 不如你公联会一起支持 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是不是 根据你这个逻辑 应该要查警察 因为警察身无事不怕惨 何君尧也是身无事不怕惨 这样来到变相割蓄都还可以扮团结 你真的是一流 麦大议员 不要说别人抹黑分化 你既然之间是和何君尧 如胶似七铁板一块 就没人能够来到他 分化得到抹黑得到 是不是 所以你现在搞那么多事 等着保持距离和何君尧 不好意思 现在你既然说很支持他 这个是策略的话 那就行了 你自己说了 第三样东西 其实根本上这些全部都是选举后遗证 为什么呢 他们建制派整天就觉得自己 我在地区里面搞那么多地区工作 是不是 又蛇齋饼肿 又探访长者 又在拍那些大头相 各样的东西 总之他们什么都做齐了 搞什么康体 文娱活动 好了 结果 地区工作 今次的而且 不是这个选举的重点 因为今次选举的重点 是什么 是变相公投 就是对于你这帮建制派保皇党 和撑警派的一个 严厉的惩罚市民 就用选票 踢你们走 好了 结果他们就心有不甘了 觉得自己过去几年 做了那么多地区工作 努腐功高 有些人是真的这么想的 现在就输到 他们就要找些代罪羔羊出来了 因为有错 当然是别人错 不会自己错的 这些就是政界中人 他们的漏洞 他们的弊病 永远就不去反思几个 永远就是伪过于人 好了 林郑就变成了众子之的 大家都知道 每个人都在抵赖他 说到自己和这个逃犯条例的修订 毫无关 我没有支持过 我是被逼去支持你这个政府 因为我们是建制派 所以就无可内向 他们的主旋律就是这样 这样吹调 好了 然后 赖完林郑似乎不是那么臭 市民都不收货 继续来丙他们 老实说 721既然作为一个民意的转捩点 他们怎么会不知道 何君尧 在这个民意逆转当中 何君尧是最大责任的 老实说 他们这次 泛民来提出谴责动议的时候 他们都不去提出反对 就这么简单 不用扮作 你们根本上是心有不甘 其实就想割席 但是又不可以公开割 可能是上边不给 结果一票反对都不敢提出 何君尧很明显是不想查的 不然他不需要去信 梁君彦大主席 就要求他撤回这个动议 对不对 然后呢 你们竟然是可以一票都不理他 零票去帮他补价 这就是正如何君尧所说 建制派一盘散沙 事不关己 己不努心 我唯一同意 何君尧大议员的这个评价 说得非常客观 好了 我们现在一起 继续放长双眼 看看他们 狗咬狗骨 好了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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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